你的手机还可以进行隔空截屏隔空操作 你知道吗 大家好 欢迎来到科技熊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手机非常实用的功能 当我们截屏的时候 可以直接隔空截屏或者是隔空的手势操作 可以说非常实用 该怎么操作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们的手机该如何隔空截屏 在这里的话 我以荣耀Magic 5给大家先举例 其他手机操作方法是类似的 首先的话 你的手机先具有隔空截屏的功能 在这里的话 我们可以打开手机自带的一个设计 选项点击一下 进入以后往上滑动 我们找到辅助功能选项点击一下 点击白程以后 大家会看到有一个智慧改之选项 我们点击一下 下边就会有一个隔空手势 我们选择这个隔空截屏选项 点击进入 当然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会有一个说明 隔空截屏就是在距离 屏幕20到40厘米处的时候 手朝上并稍作停留 待出现手型图标后 这么抓取 全就可以直接截屏 只有一个手势操作的一个技巧 我们直接这么一抓就可以直接截屏了 然后的话需要把点击右侧的把它打开 这样的话就可以通过这个手势去隔空截屏了 比如说给大家测试一下隔空截屏 我把手放到上边 它会出现手的形状 我们一抓这样的话就可以截屏了 截屏了 当然还有一个功能比较实用 也是隔空操作的方式 就是隔空滑动屏幕 我们可以点击右侧把它打开 打开完成以后 比如说我们手向下这么滑动 对着摄像头上滑动屏幕 也会直接向下滑动 隔空滑动屏幕 出现手的标识 还有个比较实用的功能就是智慧尸码 但你的手机对准二维码的时候 它会自动的直接跳出来 并且进行识别 不用你直接打开微信 再直接识别二维码了 也是需要我们点击智慧尸码右侧 点击打开 点击同意 好了朋友们 今天给大家分享了 像我们的手机该如何隔空截屏 或者是隔空的一些手势操作 可以说非常实用 当然如果你使用的是荣耀手机 直接去操作了 大家可以点击右上的向内推荐 把这个使用的技巧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我们下期再给大家分享 拜拜